我知道时间有很快地去做多些动作 因为中国的功夫所有都讲跟地下摺起来,就算玩剑也是 有些演习可以介绍给大家是中国拳的, 比如说在双手剑之前,大家是一个平的装, 平的装法力是最难的,因为背阻是没有支撑的, 现在前后脚是很容易的, 平装我们透过兵器将地下力传给地方,其中一个是电背品, 对方将力向前兵,我们试试松个身体和地下摺着过来, 完全拿到地下力之后,然后大家就一直去, 大家看看力是如何将对方给回来, 原因是什么呢?当我手向前刺的时候,如果是这样, 可能落不到地,地下有力,力就可以穿透了, 这是第一,在腰里组围,第二是平轨做的, 就是这样,大家在这里, 好了,一路看空前的平次,大家也是, 如果譬如说落不到地,阿坤, 那我就会反后,大部分人都会反后, 因为平不起就非常好, 好,然后如果大家接过来平, 然后给力,大家落地了, 落到地之后,力就可以给回对方, 就算是侧边都是, 可以小心, 比如我用手力去放在一个前刺, 基本上对方是比较难去移动它, 如果你的力量地下运上去, 地下扯起了对方, 之后只能自己放出去, 那你就能够拿到地力, 那我们基本上, 平时的功力量就是这样, 练完之后, 所有的东西就会化成对打, 或者请两位可以表现一些对打, 在这里介绍一下, 我们用的工具是很简陋的, 其实我看到刚才, 乔政夫老师那些, 觉得很漂亮, 我们自己刺激了一些很土炮的的品牌,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你用水后的管, 包一些东西就打了, 但我们为了, 刚才有说到, 如果你包到陷, 是变成乱打的, 包到陷因为不同, 所以我们只是戴头盔, 变成帮到手脚是不同的, 所以令到对方, 是真的不可以乱打了, 因为呢, 其实我们如果玩拳, 和玩兵器是不同的, 拳是可以拼搏的, 拼是什么呢, 他是打擂台的, 那我介绍一下, 阿坤现在穿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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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功夫传奇四的主持, 他就去了解剖寨, 他在香港打擂台的, 他今天就不是说解剖寨拳, 但我们平时做的对打练习, 就是, 如果你打拳脚, 你能吃两拳打一样, 都不能吃到, 所以其实呢, 就是嬌小的人呢, 是可以用刀去平衡了, 那个力量的餐具, 如果你够灵活呢, 因为他不可以薄刀, 我带一只充满斩具, 他刺回我的尸, 所以呢, 就是, 对打是这样, 做最小的保护装备, 然后用一些, 我们这些工具, 可能会用一些, 美一些, 可能用, 阿坤政府老师说的那些工具 会好些, 所以, 我们再做一些对打, 其实呢, 再简单, 我们那个, 这个简呢, 其实有三个模式, 第一, 在前面走的呢, 就是一些点的动作, 好像清晴点水那样, 第二, 就是在中间, 一撞到的时候呢, 大家两只简撞到呢, 就讲是整体力的法, 好, 我怕弄到后面, 所以, 大家一碰呢, 又是说, 下不了地了, 下不了地会起的嘛, 如果下不了地呢, 那个力, 在地下来, 那力就会伸出去, 然后再追下去打, 那你变成了, 就可以升起人的重修, 真是六分里, 第三个呢, 就是全部挥动人, 就是变成了一身的腰, 就会斩杀, 好, 那两位, 可以就住这些位呢, 或者我保护着角, 可以保得到,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 现在面对大家演示, 好, 好, 大家, 顾头准备了没有? OK, 好, 搭游起得价, 我开始, 好, 这个冰器,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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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但是呢, 因为你够胆把下去呢, 就是因为, 因為這個頭龜介紹一下 因為班濟拳的師傅 他介紹了這個頭龜骨 非常之好 是冰上曲棍頭用的 就不用整套鴿杖很多 這個就算是貼上去都沒有事 球在360度的 如果見到 打到後腦會死的 這個是打到後腦都沒有事 所以夠膽可以扒下去 但是做前次後腦就不做了 因為會死 這把東西都會死 所以主要是斬兩邊頸 我們可以斬腳的 因為形結度 不同我們是中國工夫 沒有所謂 做些斬到 都是軟的 取手 白身就可以斬身 而且因為放在劍軟 我們做不到 白身的法力 因為它的資格是很弱的 我們都勉強有些害怕 食住可以吃 我們打劍和手 是差不多 因為都是講一下 身形的做法 和功力的提議 所以其實 我覺得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